浏览器发送HTTP请求的这样一个过程 在这里有这样一个图 这个图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想象成我们就是 在这个客户端这个地方 请求百度的地址 一个流程 这个流程是这个样子的 它先到了一个叫DNS服务器的 这样的东西上面来 到DNS服务器来之后呢 DNS服务器呢 返回了对应的这个 域名的这个IP地址 浏览器拿了这个IP地址之后呢 重新的再通过这个IP地址 去请求对应的Web服务器 对应Web服务器呢 返回数据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个时候就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里会有个叫做 DNS服务器的这样一个东西呢 实现预论解析 那为什么要实现预论解析呢 我不能拿着IP地址直接请求吗 可以是吧 我们是可以拿着IP地址直接请求的 因为在这里 第三部这个地方呢 就是拿着IP地址直接请求的 对不对 那只不过呢 我们拿着IP地址直接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记不住太多的IP地址 对不对 我们可能只能记得非常 很少几个 比如说七八个 那这IP地址呢 都是类似于 192.108.1.1这种形式的 对吧 非常难记 那据域名的时候呢 我们能记得非常非常多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域名呢 我们就可以先到DNS服务器这里呢 实现 把这个域名转换成对应的IP地址 那拿到IP地址之后呢 我们再去请求对应的IP 那这个过程呢 不用我们自己做 我们的能量器 客户端都帮助我们自动实现好了 然后对应的话呢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返回 对应这样一堆数据 那么下面呢 我们在我们的流卖器里面来看一下 当我们请求某一个网站 网站的时候呢 它所谓的这里 返回这些数据 是怎么返回的 在这里呢 有一个检查这个按钮 大家用过吗 之前 点一下检查 点一下那个work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后续呢 我们在写房页的时候呢 都会重点以这个 CORM买卖器为主 所以大家如果电脑上 没装CORM买卖器的话呢 可以尝试去装一下 那么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Network下面呢 有很多很多的请求 对不对 这全部是 刚刚我们请求这个地址的时候呢 它发送了请求 对吧 这请求就在这里 大家能看见 对吧 之前应该用过这里吧 用过对不对 那这个事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通过某些方法 来获取请求某个网址的时候 发送的请求 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抓包 所以在写卖器里面 在CORM买卖器里面 我们抓包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用点点击检查 点到Network这个地方 然后呢刷新一下 对的U2贴旨就可以实现 来抓取我们写卖器 发送这个请求 拿到这些数据的时候 这样一个包了 然后这些内容就是在这的 那么结果的时候呢 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在零卖器里面 仅仅只请到这一个U2贴旨 为什么在下面 会有如此多的 其他的U2贴旨的请求 我们肯定知道 这个U2贴旨 这个非常长的 就是这个U2贴旨的请求 对不对 那么其他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图片 图片 这应该也是图片 对不对 看这也是图片 这里还有什么GS 这红色没请求成功 这个是GS对不对 然后呢 也是有一堆的 这个图片GSGS 对吧 CSS这里也有 对吧 然后呢 这是什么呢 也是图片 对不对 这是一个其他请求 这个并不是一个GS请求 对不对 就是一个正常的 请求 它反而有数据 这样一个数据 那这个时候就有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在浏览器里面 明明只请到一个U2贴旨 浏览器居然发送了这么多请求呢 浏览器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 最开始的时候 浏览器我请求这个地址 就拿了支援的这个数据 对不对 拿这个数据之后呢 它会尝试去把这些数据呢 加载到 渲转到这个页面上来 但是在加载渲转的时候呢 它会发现 里面有些内容 它是没有的 比如说 一些CS的样式 它是没有的 在这里面 那对那样式 它在一个 screw标签里面 是吧 或者在一个 最开始这样一种 这样一个标 定个标签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请求 证明这里面的 U2地址的内容 然后对于GS来说 也是一样的 它发现呢 它尝试去执行 这里面 或者尝试去加载 在这个页面里面 贴码字符串的时候呢 会发现有一些 内容需要经过 GS的修改 或者GS的调整 那这个时候呢 它也是会 重新的去请求 对那GS的这些地址的 那请求完了之后呢 它就会去 加载这些CS的样式 去执行这些GS 然后呢 它发现里面 可能还有一些图片 比如说这些图片 需要呈现出来 然后它还会去请求 这些图片的内容 那么图片内容 请求完了之后呢 它会把它们通通的 放到一起 宣传出来 呈现出来的样子呢 就是我们看到了 这个地方的样子 那我们在这里 看到这个地方的样子呢 其实就是 Elements里面内容 Elements里面内容 大家应该 前面都接触过 对不对 前端里面 老师应该讲过 对不对 我们特别要 调一些样式的时候 是不是都看的是Elements呀 因为Elements内容 就是当前 我们一门上看的内容 那这个时候 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Elements里面内容 和当前U2地址 这个地方U2地址 对于这个地方的响应 是一样的吗 大家看到 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有个 Response呀 这个Response呢 就是当前这个U2地址 对断响应 是在这个地方的 那么 这个地方是对 当前这个响应呢 做了一些preview 做一些预览 这个预览的 对于字幕串来说的话呢 它是没有用效果的 那么对于这个地方 Headers 全部是关于 请求头部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请求头 和响应头的信息 都会在这个地方 Request header 请求头 Response header 响应头 还有一些一般的信息 比如说状态码 这些信息 后面还有参数 它做了一些可视化 直接在这里了 那刚刚那个问题 当前这个U2地址 对你的Response 和Elements内容 是一样的吗 我们刚刚是不是 说了很多东西啊 是一样的吗 大家喜欢点名吗 这个点名字 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的 上一周的 上一期的 没事 我明天再找半周人要吧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肯定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Animus内容呢 它是包含 CSS GS 图片 以及当前U2地址的响应 这四个内容 对不对 但是当前U2地址的响应 仅仅是这个地方Response 由于我们 Animus内容 它会主动去加载GS GS可能会执行 对不对 那执行完了之后呢 我们都知道 GS它会调整 页面的标签 标签里面对的内容 标签的样式 还有标签里面的文本 它都可以会调 都可能会调整 对不对 那调整完了之后呢 就会导致 当前U2地址的响应 和Animus内容不一样 而且也有可能是什么呢 当前这个标签上数据呢 压根都是通过GS 通过阿甲克斯的技术呢 去重新发送请求 重新渲染上去的 所以说 在我们获取当前这个U2地址 在响应里面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响应呢 里面是没有任何数据的 理解吗 因为在这个数据呢 它是重新的发送一次 阿甲克斯请求 才拿到了 所以我们拿到这个地方的 响应的时候呢 可能里面是没有数据的 而是通过GS 后续填入上去的 填入到了之后呢 才出现Elements里面 我们看到这些内容 所以这里大家就需要 特别注意了 当前U2地址对应的响应 和Animus内容不一样 而且什么呢 而且我们的爬虫 在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只会发送 当前这一个U2地址对应的 对应的 也只能拿到 这一个U2地址对应的响应 它不会去 主动的去请求GS 请求CSS 请求图片 而且就算 我们单纯的再额外 去发送一个关于 这个GS 比如找个GS 比如这个GS 它有U2地址的 对不对 这是它的U2地址 我们单纯的使用 爬虫去 偶尾来发送一个GS的 这个请求 拿到这个GS的内容呢 也仅仅是这些GS的 支付串 它是不会去 执行GS里面内容的 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吗 这个地方 所以说呢 我们在后续 在爬虫里面 当我们要获取 另外内容的时候呢 要根据当前U2地址 对应的响应为准 这是当前U2地址 对应的response为准 来去写我们的爬虫 去提取数据 如果说有一天 我们发现 我们根据当前U2地址 对应的响应 拿不到数据 那说明什么呀 那说明数据呢 就有可能是在 其他U2地址的响应里面 能理解吗 那除了有可能 在其他U2地址的响应里面呢 还有可能 这个数据呢 它是通过GS 去生成的 理解吗 那比如说 这个地方大家看到 这里呢 看看 哪个新闻来说 这里呢 这个新闻它有个时间 对不对 这个新闻的这个时间呢 可能在当前U2地址 对的响应里面是没有的 那这个时间呢 可能是通过GS 它把一个时间车 转化成了这种格式 然后呈现在这个位置 就可以理解吗 所以这点大家需要 特别特别注意 就是我们后面在 提取数的时候呢 都要以当前 这个地方的U2地址 对应的response为准 那关于这里呢 也非常重要 我把它写到这里来 爬虫 要根据 当前U2地址 对应的响应 为准 那么 当前 U2地址 Elements 的内容 和响应 不一样 这地方不一样的原因 大家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对吧 为什么不一样 我刚刚也讲过 就是因为 它里面会有GS GS呢可能会 调整页面内容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在这里就会有 这样一点 就是 页面上的数据 在哪里 这样一个问题 那页面上数据 在哪里呢 首先 当前 U2地址 对应的 响应中 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是在其他的 U2地址 对应的 响应中 除了这个之外呢 GS生成 我们所有的数据 我们在页面上 看到的数据呢 都只有可能是通过 这三种途径来的 要么就是在当前 U2地址 对应的想象里面 要么就是在其他 U2地址 对应的想象里面 比如说 它发送一个 阿甲克斯请求 对不对 比如说 发送一个 阿甲克斯请求 它 重新的发送一个 请求 这个数据呢 在新的 一个请求里面 所以说 当前这个U2地址 对应的想象里面 肯定是没有的 对不对 比如 阿甲克斯请求 重 那么 有可能 它是通过GS生成的 那么在GS生成的 这里面呢 它也是有 这样一些情况 我们刚刚说的 这种情况 是什么样子的呢 比如说 我给大家说 这个时间呢 它是可能通过 当前页面上 某些想象的 一个时间戳 这个时间戳 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一堆数字 对不对 它把这堆数字呢 转化成了这个样子 有这种可能 对不对 或者也有可能 是什么样子呢 压根 这个时间戳 它都没有 它就是通过GS 去生成了一个 生成了一堆数值 然后把这个数值呢 填入到对应的位置 比如说这个334 都有可能是这种生成的 你解吗 它压根就是GS生成的 是假的一个数据 那你解吗 那比如说 我们在请求 这个百度的时候 他把里面搜百度 搜百度 重新请求一下 当我们在百度里面 在这个URG里面 请求这个URG的时候 在蓝7里面 去哪里 等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在请求这个地址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一堆参数 发现了吗 什么RSV PQ等于它 对不对 还有它等于这一堆 还这一堆都不认识 对吧 当然很多时候 这些参数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们把它承担就可以了 但是呢 偶尔的情况下 在某些网站上 这些参数可能它是有意义的 那这些参数又从哪来的呢 很多时候呢 它都是从 通过GS生成的 也有可能这些参数呢 它就是在 当前U1G 对那响应里面 那只不过 它通过这些响应里面的数据呢 通过GS又重新的 对这类数据做了一些操作 操作之后呢 来生成这样一堆字符串 在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说我们发现 这些字符串 是非常重要的 是必须得要的 如果不要它呢 我们就请求不了这个数 请求不了这个网站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去想办法 去把这些内容呢 把它给找出来 那如果说我们发现 它是没有必要要的话呢 我们把伤量就可以了 比如说当前这个百度这个地方 我们发现呢 不要那一堆 它也是可以请求成功的 发现了吗 那比如说 前面这还有一堆参数呢 对不对 我们呢尝试一下 也是一样的 我这里写错了 我们把这个i读了一个 我们发现呢 其他除了WG淘宝之外 其他参数都是可以不用的 对不对 那对于这些参数呢 我们直接商量就可以了 但是有的很多时候呢 这些参数呢 包括就像我们在网页里面 看到某些数据一样 它可能是通过GS去生成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额外去看一下GS的内容 那这个GS生成的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是 部分数据 在响应中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 全部 通过GS生成的 那么当前大家只需要了解 它有这种情况就可以了 那么后续呢 在后面的扒通代码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当然了 我们也是有对应的工具 对应的方法 去解决对应的问题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哈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地方的内容 那么在这一份内容里面呢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这样一句话 榴弹区显示出来的页面和扒通请的页面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当我们要提取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要根据当前U2G的对签响应为准 如果说当前U2G对签响应里面没有数据 我们就需要去找这个数据到底在哪个地方 我们虽然看到这个element里面 永远它都是有数据的 对不对 element永远都是有数据的 但是呢 element里面数据呢 和当前这个U2G对签响应 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 由于里面包含GS 对不对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吗 我说了很多遍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理解吗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永远期宣传的页面 它是包含GS执行之后的内容 对不对 GS它能够动态的加载 和动态的修改 element数据 会导致我们爬充请求的页面呢 和永远期宣传的页面不一样 因为我们爬充请求呢 只会请求 当前这一个U2G对签响应 拿到数据呢 也只有当前这一个U2G对签响应 能理解吧 也只有当前这一个U2G对签响应 所以说呢 它这个地方响应呢 和Animus内容不一样 所以说呢 我们爬充爬的内容呢 和Animus内容不一样 所以说呢 我们爬充要根据 当前U2G对签响应为准 这句话我应该说了十遍了 对吧 好 大家下个休息十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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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